遇到不顺心的事,怒气一下就上来了。但你可知道,生气的频率与强度可能直接影响健康吗?研究发现,具有较高愤怒、敌意倾向的人,疑患关心病的风险可增加19%。 性格中具有高度敌意的人,对日常生活的挫败与不变会产生强烈反应,遇到微小的事情也会表达抗议与不快。 高愤怒者经常出现与冠状动脉问题有关的生理反应,如高血压,而他们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几率,比低愤怒者高两倍以上。 更值得警觉的是,高愤怒者因心脏病而住院,或死亡的几率高达三倍。 要想过的健康,除了注意饮食,脾气也得收一收。 生活中总会遇到困难,与其不受控的破口大骂,不如深呼吸,心平气和地解决它。